如果可爱有罪的话,那请让我罪不可赦吧 这是不少网友对林木赛奈子的调侃 不少网友还表示,想被她温柔地打死 2018年7月14日,中国香港荣耀之路2 拳击赛在香港休顿室内运动场举行 女子轻绳量级比赛中 日本拳手林木赛奈子对战中国香港拳手黄嘉欣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位日本最美少女拳击手林木赛奈子 看过林木赛奈子的长相后,网友们才发现 这位拳击手怎么能长得这么漂亮 林木赛奈子,有双军军有神的大眼睛,五官非常的精致 很难让人看出她是练习拳击运动的 别看她长相甜美,其实她可以一拳垂死阴影怪 想当她男朋友的可要小心了,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看赛奈子的力量吧 赛奈子分基础攻还是蛮扎实的 打着对手不放手,一拳头一拳头往身上招呼,力量着实不小 第二局开始了,拳击手相互逼近,企图有效击打对方得分 上局两人打得蛮激烈的,这局慢慢逼近 顺带恢复恢复体力,一有机会,打就完事了 现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踢打摔拿的全面技法并尖子上 拳击掌击腿击肘击蜂蜂而至 拳拳倒肉丝毫不留心 黄嘉欣奋力回击,但似乎扔不敌林木赛奈子 黄嘉欣一拳打到林木赛奈子脸上 林木赛奈子迅速回击 最终,还是林木赛奈子更胜一周 以技术击倒黄嘉欣 各位先生们,官方的时间 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评论 有想了解其他比赛的 记得私信小编哦 我们下期再见